拜登的亞洲行 我覺得我們要先想說 他在俄烏的戰爭 正在進行的同時 如果他重新想到說 亞太地區可不可能 重演一場戰爭的時候 你會以為說他來這邊 除了鞏固盟友之外 他應該是希望能夠降低 戰爭的可能性 降低衝突 但我必須說我覺得 拜登此行來了以後 他不但沒有降低衝突 他反而在結盟拉邦的同時 然後包括他的一些言談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 演習的一些相關談話 我覺得整個亞太的局勢 反而比過去 比拜登來以前更加的緊繃 開始更加緊張 如果說我們過去認為說 台海之間很可能是印太 發生戰爭的一個導火線的話 我必須說現在南北韓的情勢 現在這個尹錫悦說 我再也不做一個屈從外交了 我們過去討好你五年了 一點用處都沒有 我現在要跟你來飛彈對飛彈 其實另外一個 這個朝鮮半島的局勢 又再次升起來了 所以如果這樣那個局勢 可不可能因為美國批命的打台灣牌 加上尹錫悦 他又決定用另外一個 比較對北韓比較強硬的方式來進行 是整個的亞太地區 反而因為美國的行動 變得更加的不安定 我覺得是第一個我們要去問的問題 好 如果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台灣成為一個是美國主動打出來的牌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就要問了 就像基辛吉提到的 為什麼美中之間 如果說你把它當作一個 重要的戰略的對手的話 你有那麼多的籌碼可以用 你為什麼拼命要打台灣牌 因為你只要一打台灣牌 事實上兩岸之間發生軍事衝突 跟敵對的可能性就越高 所以對美國來說當然是要累積籌碼 就像是俄羅斯 他現在把能源做在手上 把糧食做在手上 他就是要累積籌碼 那對於美國來說 他累積籌碼的方式 為什麼一定要以台灣作為代價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去問的問題